蜜蜂遮伤案例 我是在104年的7月29号下午的时候 骑机车在我太太在乡间小路的过程中 突然脚一阵刺痛 结果摩托车停下来 库管卷起来 发觉被一只蜜蜂遮到 那当下的处理方式是 因为本身自己摩托里面都有准备 姜膏姜粉应急的东西 所以当下就用姜膏涂抹 那回到家以后 伤口就不痛了 那到底没什么注意 那隔天睡起来的时候 发觉整只脚开始红手发痒 那在当下的时候 我先用姜粉或姜汤去做温敷 然后用保鲜膜包着 红豆袋这样温敷 那时间大约是40分钟 那过程 过程大概 在温敷的过程中 就是刺痛感跟肿脏痒痒的过程中 在温敷的期间就比较减缓 那后来就来基金会求助 那在处理的过程中 那在处理的过程中 也是不断的针对受伤的地方 对应的原始点去按推 然后24小时温敷 还有喝姜糖 那我除了 除了这些以外 我在被蜜蜂叮咬的地方 也有用姜移去不断的做温敷的一个动作 那也有 也有在运动 我在被蜜蜂叮咬的隔天 红肿了以后来基金会 做了这些动作以后 然后在第三天的时候 还有去爬九五空 去做一个运动 让我的热能能够吸收的更快 然后 现在的这个状况 已经明显的消肿了不少 感谢您指定 前后比对 处理前处理后